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威廉 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 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欧洲的世界领先晶片研究中心 也正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这一切的巧合发生在中共的79号文件曝光之际 显示出美中科技的对抗正在升级到全球对抗中共 而且直击它的要害并向共产中国切断高端晶片的来源 根据《华尔加日报》3月7日的报道 同在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中共在2022年9月发起删除美国的行动 这个行动透过代号79号的文件在党内传达 79号文件要求中共国企每季度 报告决以中国技术取代美国和西方技术的进展 这是中共党会习近平多年以来 努力减少中国对西方依赖的一部分 涵盖范围从战斗机和半导体等重要技术 到原料、食品和能源 已达到技术上的自给自足 第一个被替换的领域是硬件 其次是软件、云端制服器 在去年中共各级政府官员和员工 甚至被命令使用中国品牌手机 已不能使用苹果的iPhone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投资它本土技术 并且认为这些技术安全而且值得信赖 至于中国独家制造的技术 会为它带来竞争优势还是劣势 外界认为有待观察 特别是作为现代科技核心的高端晶片 完全掌握在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手里 没有西方的高端晶片技术支持 中国的本土科技能走到哪里也很难说 而美国正在带领全球盟友加紧对中共 实施一系列切断晶片来源的行动 根据彭博社日前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 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并且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美国希望日本公司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制造的过程 包括光佐所需的专用化学品 路透社在3月7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 美国政府也向荷兰施压 要求荷兰阻止其高端晶片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向中国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和维修 这是针对中国公司在美国禁令前购买的晶片制造设备 英国金融时报在3月12日报道表示 全球领先的韩国全署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甚至已经停止销售二手的晶片制造设备 因为担心这些设备可能会流向中国和俄罗斯 从而违反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 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较早之前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中国就10-14纳米以下的 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 全面出口管制 目前美国正在要求将出口管制 扩大到面向通用产品半导体的部分制造设备 却位于比利时·鲁文的微电子研究中心 iMac拥有世界领先的晶片技术 并且在欧洲晶片领域占据关键的主导地位 政客集资获得负责监管iMac的比利时·弗兰德斯经济部 在3月4日报道中指出 iMac已经大幅减少了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将更成熟技术方面继续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支持 该报道表示 iMac的撤退是中国在晶片产业成为污点池的最新例证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密切审查 它晶片公司和中国的联系 自从1984年成立以来 iMac精心塑造了一个中立的形象 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晶片制造商和它有关的公司 以其共同推动下一代晶片的发展 在过去 这种立场促成了iMac和中芯国际 和华为等等的中国半导体公司的一些高调合作 iMac的两家分拆公司 后来甚至聘入华为 一家在2011年聘入名为M4S 另一家在2013年聘入名为Talopa 2015年 iMac还和中芯国际和华为 一起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iMac和它对中国的新立场 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因为它正在斟奪欧盟和美国计划发放的研究资金 这是对微晶片生产进行 重新部署的数十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 预计欧盟和美国都会对这项资助附加某些条件 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影响iMac在全球的合作关系 阿斯默是全球少数先进微晶片光刻机供应商之一 美国认为该公司是撤断中国获得先进微晶片的完美握喉之处 不过阿斯默只是对中国采取有限的感受 在去年美国已经向荷兰试压要求阿斯默对华出口实施严格的限制 目前阿斯默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这个逼使得该公司考虑离开荷兰 随着全球晶片製造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新工厂 以应对不断飙升的需求作为最大的光刻机供应商 阿斯默表示 未来十年需要将他的业务规模扩大大概一倍 但是这个在荷兰老家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路透社在3月6日报道的指出 阿斯默执行长彼得·温尼克 当时和荷兰首相马克·雷特会谈之后对记者说 商界的担忧他们认为的必要事项和政治家的想法 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吸引缺缺的外国工程人才来到荷兰 亦都是阿斯默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他问题还包括难以获得建筑许可、荷兰电网的限制、 交通平顶以及医院、学校和住房规划 能否到位并且能够适应公司的成长 结束税收减免政策更加是引起阿斯默和其他科技企业的不满 近年来跨国公司Shell和联合利华已经离开了荷兰 去年6月阿斯默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比利时、 鲁文和iMac合作建造的一条採用最先进技术的试点生产线 阿斯默未来是留在荷兰还是离开 目前仍然存在不明确性 要解决这种不明确性和成长的烦恼 阿斯默可能需要获得欧盟和美国的支持 这种情况也可能影响阿斯默和中国的合作交易 并且迫使阿斯默更多地加入全球对中共阻断晶片的联盟 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自大紀元记者程文的综合报道 今次的《新视角听》就说到此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已经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请大家多多支持 订阅、点赞和点赞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那么 拜拜